Hello 大家好 金管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 澳門銀行體系居民總存款持續創新高至7200多億 頭四個月累計新增近200億的存款 居民的存款截截上升 有網民計算了條數出來 澳門本地居民人均存款居有140萬 非居民人均存款有180萬 其實這個數字也不可以這樣計算 也不反映什麼 因為只是一個平均數 是否又可以反映澳門的居民 人人都夠有錢呢?當然不是 另一個數字其實挺重要 但最近又少了人提 原來今年四月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 繼續創19年的新高達到4.3% 涉及460億不良貸款 去年同期其實不良貸款率還是1.9% 涉及的貸款250億 當中居民的不良貸款率已經升到3% 什麼時候見頂呢?還要觀察一下 可能還會創新高 市民看到這幾個數字 覺得很矛盾 沒有理由銀行存款折折上升 為什麼不良貸款率不斷升呢? 這麼矛盾? 其實一點也不矛盾 因為經過疫情三年洗禮 雖然之後經濟復甦不錯 但仍然不平均 樓市股市一般 做生意賺的錢不多 甚至還在虧錢 所以還不到錢 居民看到經濟復甦仍然不平均 一般的時候 希望儲多些錢 以備不時之需 雖然居民的荷包漲了很多 抗風險的能力也提升了 不過也隱含了防禦性儲蓄問題 因為約束消費力 大家顧著儲錢不消費 所以大家經常聽到 鍾小企說 澳門的消費力弱了 或者人們不想消費 希望買便宜 對於澳門的高儲蓄 和不良貸款率雙雙走高 同樣受到國際貨幣組織關注 早前IMF公布的報告說 澳門特區的儲蓄 投資缺口持續存在 部分原因亦在於高預防性儲蓄 以及投資低迷 澳門投資氣氛低迷 你看過樓市就知道了 政府全面設立後 樓市的氣氛好了少少 樓價沒有升 不過成交的確活躍了一些 不少發展商都推出一些新本 有些人都有買 樓市能夠站穩少少 好些 因為可以暢通資金鏈 可以緩解部分人的資金壓力 至於如何解決防禦性儲蓄 高儲蓄 消費力不足的問題 當然核心就是要整體經濟復甦表現得好 例如失業率的數字相對低 居民的失業水平高一些 樓市和股市的表現好一些 人們在市場上賺到錢 信心逐漸提高 慢慢才能夠加大人的消費信心 投資信心 不要將錢放在銀行那裡 驚驚青青的 好,這集先看到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 發明哈 好 是 conscious